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英话 这一期继续给大家讲 大鳌单生,有工加光片,第三话 上一期我们讲到 续发环俗进入大鳌的有工 因将军加光送的一只猫 遭到了将军测试后备人选 备胎三人组的助班刁难 被拉到舞蹈场,领空会议千次 而泪倒在地 将军加光听到消息 赶来有工的房间探望 原以为他受连番欺辱,定是被打击得欲欲寡欢 却不想有工竟黯然自得地在逗猫 猫咪若子被有工养得很好 可爱温暖又弱小 让将军加光仿佛无意间提及 自己15岁生下来不久 就死去的女儿 而后看着错的有工 等着他露出青年虎鼻翼的表情 然而有工不仅没有的将军加光 怀疑生女于是追根究底 反而体贴地表达了 对生有母亲辛苦怀胎十月 诞下爱女 却不幸要者的同情和悲痛 温柔地赞许了她历经如此悲痛 仍一路坚强熬过来的勇气 这完全出乎意料的反应 俯为了加光 看似镇定势色谈她的心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自此将军加光便尝尝到有工的住处 脸儿一起逗猫 一起说出了夫人的坏话 在一起相识而笑 日复一日 同样的情形看在备胎三人组的眼里 三人开始猜测 将军加光已然抵挡不住有工的美貌 有工事情指日可待 备胎三人组都是无法继承家业的数字 听说能做未来将军的父亲才来到大傲 如若抓不住将军加光的心 做不成未来的将军之父 则意味着 余生都要在这形同牢犯的大傲里 孤独到牢 聊死残生 所以如今眼看有工 靠着一张脸就要结束线灯 纷纷表示不甘心 而三人之中最不甘心的 当属路人甲 脚男重乡 脚男重乡在此之前 之所以总是带头找有工的麻烦 除了上述所说缘由之外 还因为对将军加光 却有几分真心实意 发现这个秘密的是 某天四处寻找弱子 却无意间看到弱子 竟然被备胎甲 捧在手心贴着脸 心知荡漾的有工和御荣 御荣自从被备胎三人组 安在山下轮分侮辱 游躺了满身伤疤后 最有一只记痕在行 四季报复 看到这一幕 之后不久 又偶然间从村来口中听说 将军刺的猫就一猫大人 若有闪失一定会被怪罪 便想到了一招 嫁祸与人之计 晚上趁备胎甲 喝醉企业的间隙 溜进他的房间 偷出妖刀 横下心肠 刺死弱子 丢在了备胎甲的门口 然后在第二天 将军加光 又上门找弱子玩的时候 故意把他引到备胎甲的住处 让将军加光 看到了弱子 线细琳的尸体 备胎甲极力否认 弱子的死和自己有关 但从他房间 搜出的妖刀刀口 将军加光 抽到便向备胎甲的头上砍去 有公拼子阻拦 点而互不相让 僵持了下来的时候 春儿夫人出眠 让备胎甲 于当晚期负习了罪 大仇得报 顺便为有公 除掉了一个威胁 玉蓉被赶身心舒畅 目送备胎甲的尸身 被抬出大阿后 转身便去了御膳房取饭 御膳房的人 平时出做饭之外 也在子孙手下练剑 日常谎暴空灰次数偷懒 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听说了有公 连续空会议千次 泪趴下的事 从玉蓉口中得到证实 各自舆论纷纷 没想到这公家子弟 倒是实在的 还算有可取之处 玉蓉见状 连忙趁热打铁 大肆宣传 有公是如何崭新人后的 冒死劝谏 才让世杀猫大人的备胎甲 最终以切服谢罪 保全了作为武士的尊严 使得众人对有公 更是刮目相看 此后 不仅再不对有公 进行语言攻击 太多更是发生的质地变化 剑捷竟挽回了有公 在大傲众人心中 将军难重的弱季形象 对于这意外收获 玉蓉是一脸惊喜 可仍然对备胎甲 切服谢罪一事耿耿于怀 缺然不知玉蓉 为自己所做一切的有公 却只是一头污水 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人命之轻贱 竟比不过一只猫 想想都可悲 有公深知 劝人不能硬碰硬 于是就给弱子立了个墓 希望将军加光 能以此作为慰藉 为之向佛 保有可怜的弱子 能够早日超生 从而也能在念佛的过程中 洗涤心灵 进化灵魂 却不想一番苦心 突扰将军加光 两声计笑 有公不理解将军加光 哪来那么大的力气 然想起 当初来江湖头中 遇到的 被传说中的盗匪 割了头发的少女 不仅专问将军加光 莫非是他让人做的 没想到加光 竟真的拿出一下子长发 果断承认了 是自己为反抗 在这四季的大傲礼 不为人知 压抑憋屈地活着 命则村做的一个恶作剧 一副谈当无所谓的样子 让有公片刻静默之后 陡然生出一种 无理和愤痕 无理阻止一国将军 去形荒唐之事 而本就处在疫情的 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活上浇油 愤痕所有的人 都背负着无法改变的命运 包括自己也一样 偏偏就只有他 沉浸在个人的 所谓痛苦中 无法自拔 无所作为 脸上大吵一下 不欢而散 此后便陷入冷战 中日夫人看着 再次变得 闷闷不乐的将军加光 试探型的剑衣 杀了有公一座惩罚 剑加光明显不识 又暗笑着提出了一个 既能小事成见 又能娱乐开心的好方法 那就是 歌颂一套女装 给了有公 备胎椅 备胎饼和泽村 让他们梳装扮作女子 跳舞献丑 不将军加光的欢心 果然 看到备胎椅 备胎饼 则村三人 身着女装 披着头杀 手出折扇 红唇白面 再配着 感动不感言的羞耻模样 将军加光 举为的放声大笑 连有过未出场 也不再追究 作业升起 三人被迫偏偏起舞 无字妖娆线熟 简直比之女子 都过犹不及 逗得将军加光 止不住的笑笑 笑着笑着 笑出了眼泪 在了眼朦胧中 那些旋转废物的 华美和服 渐渐幻化成 深浅于记忆里的画面 再次奔到眼前 那时候 加光11岁 有着一头黑黑的长发 有一个温柔的母亲 还有可爱的名字 千惠 千惠自出生后 就和母亲住在一栋 无法外出的房子 过着偶尔寂寞 也算一世无忧的平静生活 每天早上 母亲总会一边 竖离千惠的长发 一边期待她长大后 能和光源时的子夫人 一样美丽 后来突然有一天 正在后院玩耍的千惠 听到屋内传出母亲一声 妻力又戛然而止地尖叫后 就被冲进来的一群武士抓住 扛在肩上 带回大傲 割掉头发 女扮男装 因因感染吃面天花 而死去的父亲 都穿加光的身份 作业延续 都穿加血脉的大孕妇 秘密圈养在了 大傲春日店 一只形影单只 长到15岁 彼时大傲内所有侍从 早已被全国各地 召集了流浪武士所取代 杨胜因衰 致死男男之间的龌龊 是屡今不止 而就在这一年的夏天 将军加光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偷偷离开春日店 便被一个贺岁的武士侍从 拖到树林深处 惨遭强暴 春日夫人和左村发掘找来时 胆大包天的武士 已经死在加光的脚下 年仅15岁的少女 手握长刀 一身狼狈 却拼命抑制着满心的惊苦无措 仰装着没什么大不了 以为这样便可以用血 洗刷身上的耻辱 忘却发生的一切 可没想到 听一弄人 没过多久 加光就被诊断 怀了身孕 而等到 华正难以言说的心情 是约怀胎 拼死生下一个女孩 以为终于有了 属于自己的一团温暖时 小小的婴孩 紧紧哭了几声 又树然腰折 藏母之痛 强暴之恨 使女打击 常人15岁 想都想不到的可能 加光都在15岁那年 一一体验 人说 一心向佛 便能从悲伤中慢慢恢复 但若是悲伤击准而来 以至于无法承受 又该如何释然 加光不知道 我也知道的是 能从佛法中得到救赎的人 原本就是幸福之人 而自己 即便用歌舞称着欢笑 用欢笑遮着眼泪 也无从解脱 所以 未经他人苦 莫全他人善 直至此刻 从正圣口中 问清一切的有功 这才明白 她多么自以为是的 把人世间的遗忘 苦难 恩怨 和疼痛 想得太过简单 明白 加光提起 曾有过一个女儿时 云淡风轻背后的 惊讯动魄 明白那些 瘦解的长发 代表的曾经拥有 却在留不长的遗憾 华美和服代表的 自十余岁 便只能远远羡慕的 渴望不可求 也明白 自己最需要救赎的人 原来 就在眼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